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P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欢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继抗亦平静制反望暴 好,今节我们就说说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普京大帝 普京大帝十年来第一次 什么事呢 就是他 取消年终记者招待会 是十年来第一次 究竟为什么呢 其实有人就说他 当然有些人就说是否身体不行 不是 有人就说他 想着 今次 就是会 严阵以待 捱过冬天去 指挥 那些军队 所以大家一起打算备战 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曾经有条新闻说过普京大帝会亲自去顿巴斯地方 顿巴斯地区 又记得 可能他就是为顿巴斯地区的访问做准备 因为 当然你去之前要强军 担心 当然我不相信 乌克兰是会动手的 但是始终他都害怕的 克里姆林宫就宣布 总统普京是取消了他年终记者招待会 这个是十年来 第一次 但是克里姆林宫就没有说明原因 但是很明显 就和俄乌战争是有关的 普京之前 就是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战争的必要性 但是 当然了 西方就说是否他战争不信你 因为在哈尔科夫 这场 小的战役之后 他就不再公开说战争的情况 其实他不用公开说 他下面的人说就行了 是吗 那当然很多的一些古古怪怪的言论就说他挖地道走了都有人这样说 小不小 都不是他 国家本土那里为什么挖地道 真的不明白了 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呢 就告诉记者听 总统先生 还是可能在个别场合 接受访问的 但是大型的联合记者会好像往时 就不会了 不会在新年之前举办大型 记者招待会 因为每年新年之前都会这样做的 过去那十年 其实普京都会在岁末年中时 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但是今年已经宣布不会了 佩斯科夫是没有说任何理由 但是 我相信是对于 俄乌战争 当然了 我就觉得 他不是说什么逃走啊失败 其实为什么失败是要 是要不开记者会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部署才对 对吧 你失败的话 他应该是开一下记者会做一些propaganda 就是要鼓励别人 我们没事的 我们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他要 不开呢 我觉得是更加同部署是有关的 自从 2000年以来 长期执政的普京大帝 在每年11月都会举行 俄罗斯及 外国记者联合 采访记者会 这个是俄罗斯 行之 有年的政治发布会 普京会亲自回答有关俄罗斯国内外的政策一系列的问题 可能是会持续几个小时 去年 年度记者会就出现了一些改变 克里姆林宫 就是挑选大约500名俄罗斯及外国记者来参加 理由是因为COVID 亦都导致很多西媒没办法去到 虽然话题是受到限制 但是去年的记者会 亦都有几个问题专门针对 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的问题 现在不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加是动了手 当年 普京就被问到和基库可能发生冲突 他就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绝对不希望发生战争 所以领导人说的那些 你就要抱一抱 当然 他亦都可以说 如果是我回答 政治一日都严长 当然他当年是这样回答 不过今年2月24日 普京就是进行特殊 或者特别军事行动 理由就是要保护顿巴斯 并且解除乌克兰纳粹势力 和这个 军备 之后战争就 延续了 更加在9月21日 就是 要 动员30万 人 大家都记得 你说普京会不会是挖地道 我相信他有另外一些部署 地道也想到谁 真是好笑 不是那么好想象力 你说如果是乌军攻入莫斯科 他就可能挖地道 我相信克里莫林宫也有地道 因为很多地方政府 建筑物下面也有些地道是走的 但他又不是攻入莫斯科 如果正常来说 我应该是 扎尼斯基挖地道好像对 因为他们是被 人家进入那方 对不对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来自巴西 厉害 巴西那么似 什么事 就是 抗争者 这些所谓抗争者 就是 BBQ 对呀BBQ 这些抗争者当然是支持一位人兄 就叫做博尔索纳罗 博尔索纳罗就被称为巴西版的特朗普 究竟什么事呢 原来 就是 劳拉 就获准成为巴西下任总统 其实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 不过 他的支持者真的有点像特朗普的支持者 输打赢要 他们就不是冲击国会 都挺大胆 够胆冲击联邦警察准部 警察准部也够胆 人家有很多家产在一边 是吧 很多棒棒 我们看看 劳拉都属于左翼劳工党 所以 跟博尔索纳罗的这个 其实博尔索纳罗都挺幼 这么幼的人 是两个意识形态的对抗 今次的选举 获得法院批准 终于获得法院批准 因为他虽然选 选赢了 但也是要经过一个程序 获得法院批准就确认 他就会成为巴西下一任总统 之后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就变成了抗争者 就是冲击位于首都巴西里亚的联邦警察总部 并且与警方发生大型的冲突 你说的刚刚有BBQ的 很厉害的 当日很多博尔索纳罗的支持 很搞笑 他们是穿着巴西国家队 足球的黄色衣 这么搞笑的 我觉得 到时 会不会是等于 污蔑了巴西国家队 因为 巴西国家队的人 我觉得不希望你们搞事 穿着黄色球衣 或者是新披巴西国旗 就与警察总部的安全部队 进行对峙 亦都是BBQ了附近的 公共汽车 以及 巴士 还有 其他街边的私家车都是遭殃 警方最后 就是 用这个 张家伯 以及 用催泪烟 去驱散他们 当然 究竟 他们是不是真的个个都这么支持博实 还是 趁 一些事件出来 搞事呢 刚才我有些事是补充说错了 其实不是 蒋家伯说 没有那么厉害 是这个叫做震恨和弹 就是有缸的 有缸的 强缸和巨响的 当然 这些 会使得 人是瞬间 丧失反抗能力的 对于 这些抗争者的想法就少了 少了 巴西 联邦警察部 就说 现在 警方就在首都 地区 那些人是没拘捕的 因为很多 在首都地区 就跟这班所谓的抗议人士 对抗 安全部队 当然就帮助警察 附近的 骚乱 开始慢慢平息 但是还有零声的骚乱 这次的示威起因是什么呢 就是10月底 巴西总统选举 当时左翼前总统努拉 在击败 博尔索纳罗之后 当然 他的 支持者 又是好像特朗普的支持者 输打赢 嗯 选举过后 博尔索纳罗大量支持者 就发动 一次运动 居然叫军队 去政变 真好笑 就是为了阻止努拉在明年1月1日正式上台执政 昨天下午 对啊 好似 昨天下午 一大批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 就在政府总部外 打出橫压 那些网纳就说 别人很搞事 别人就是国家说 不可以军事干预 他们的支持者说一定要军事干预 这样是叫民主吗 是不是 叫军队干预 输打赢要 没错了输打赢要 博尔索纳罗 居然 和他们 进行了公开的祈祷 但是呢 祈祷了 他说我祈祷了 但是没有向众人说话 你担心自己乃义 你如果说话 怕别人说他善动 但是你帮他们祈祷 可能都会 别人都觉得你是善动 支持者当中 有一位58岁的 阿哥 叫赫赛 赫西 他就说 不会有就职典礼 因为博尔索纳罗已经连任了 第一 博尔索纳罗是输了 第二 博尔索纳罗连任都有就职典礼 都几盲无 他就说 说话你说得对 跟特朗普的支持者说的一样 是 蝕取了今次的选举结果 是蝕取了今次的选举结果 所以只有军人 干预才可以把事件搞好 昨天 不会只会更乱 其实 南美洲最大事件是 那么多次军人干净 这个军事政变搞到 很多国家到今时今刻都相当地 伤 同一天 霸世最高 法院法官 拉莫斯 艾斯 就下令 暂时是拘捕 博尔索纳罗的原住民支持者首领 就叫做 哈曼达 哈曼达 10天 将他拘捕 拘留10天 那么当然 为什么呢 因为有证据证明 哈曼达 是 有这个叫做 威胁 迫害 还有 是 暴力废除民主 法治国家罪 这条罪 当然 这个决定 就令到很多的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很生气 人家借芒果都说 看你逼不逼饭 冲入这个立法会 但是他今次打算冲入这个 好搞笑的 他们冲入 警察总部 买这个 很危险的 是的 很危险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军备的东西 有些军备的东西 如果被冲进去 拿到了还得了 是的 那 劳拉的助手 罗德里格斯 或者广东话应该叫洛迪股斯 其实亦都说 这些抗议人士亦都是包围了劳拉 以及是副总统候选人下塔的酒店 但是劳拉方面就否认了 已经 说是否有人 直升级在酒店那里 他就说没有 巴西利亚即首都的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官员就说他们已经是守住了劳拉的酒店附近的区域 并且呼吁驾车人士避开市中心 因为那里很多条道路都已经被封了 后任司法及公告安全部部长 花维奥 就说 抗争人士 企图 是破坏和 闯入警察总部的行为 是不可以接受的 在当地时间 10月30号 结束了巴西总统第二轮 的投票 第二轮是最终那轮 左翼的前总统劳拉 就以1.8%的微弱优势成选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已经纷纷表示向他祝贺 不过 现任总统 博尔索纳罗 始终没有认输 还有他的支持者 封锁高速公路 就是抗议 外界就担心他可能 对今次选举结果提出异议 不过12月9号 博尔索纳罗终于 是自从败选之后首到 正式说他就向支持者 一说到大选的时候就说 很搞笑 结果呢 今次选举 将了我的灵魂 你说什么 他亦都说 对 他亦都说给支持者听 他们就将会决定 自己和军队的走向何方 你这样是不是第一权动 军队 是吗 那当然 军队方面 军队方面有没有什么 军官出来支持他 公开 暂时一个都没有 大大的一个都没有 这样也好 知道他按摩 可能很多人都不想他 上台 其实这件事件 令人想起了2021年 1月份 特朗普的 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 被很多人说 民主灯塔不再是民主灯塔 当然外界亦都很担心 1月1号 即是元旦那日 努拉就职演说 安全问题 希望巴西 做好一点 输打赢要 很多地方这几年都不知为什么 坏风气 坏风气 好 这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 来自 欧洲 对于欧洲来说 现在是个关键时刻 全球流源危机可能重创 大部分 欧洲 并且严重随约 欧洲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 所以 伟大的 欧洲工业时代 恐怕 已经是难以继续 因为伟大的工业时代 是需要能源来支撑的 同时 其他领先经济体 都是 在各大工业政策上 买出重要一步 所以欧洲 仍是 要跟这些经济体 去竞争 罪商是什么呢 罪商居然是来自 大佬美国 美国的 亦都在这个方面 大力投资 和 给予一些政策的支持 现在 欧盟国家 是需要重新 评估他们的产业战略 目标应该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的新增长 重新定位欧盟经济 欧盟的 削减碳55% 的方案 即55% 和RepowerEU 的计划就是这个地区 整体清洁能源 转型铺路 但是其他地区的 行动规模 叫做 大势 其实跟欧盟并一并 中国很大 美国也很大 跟 南韩和日本比 还有印度比 欧盟其实 都不是很厉害 所以欧盟的能源危机 亦都是 令到他们的 伟大的工业时代 他们说 是很快逝去 当然这个是推测 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或许 突然之间 跟俄罗斯关系好一点 你不知道 因为你 很难说 其实俄罗斯我反而觉得 他们就没有那么多 拘泥 因为 普京大帝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欧盟 就 你知道 27个国家 27种想法 现在 很多的欧盟国家 亦都希望 出台更加大胆的 新的工业战略 因为天然气价格 那么高 因为 俄罗斯帮他们 断了天然气 多数地方都已经断了 而且当前危机 和对欧洲工业的威胁 我们看到 真是令到欧盟国家 好痛 能源 最密集的产业 已经叫苦连天 越来越多企业 就停产 或者永久 是转移产能 其实就是指一些化工企业 食品加工业 和钢铁业和造子业 这些大量需要的天然气 有些更加是 化工业更加是 迁去美国 有些迁去中国 不过你知道这四大产业 在欧盟国家 很厉害 是贡献超过6千亿美金的经济价值 而且是请了800万人 这些领域的风险 可能是 最大 但是 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高能源成本对于欧洲工业部门的竞争力 构成了普遍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 都是 现在是最动荡的一年 但是你不知道明年会如何 欧洲工业似乎 你觉得 现在 有没有转机呀 明年 我希望有 但是我真的很难去估 因为 我们也估不到有欧欧战争 当然 现在 需要 一段时间 去看看怎样再生存下去 不过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什么呢 几十年来 这个叫做伟大的工业时代 当然 这个是欧盟报纸 但是你说伟不伟大 也是伟大的 欧洲很多的产业 商业模式 都是基于 可以有 平价 而且充足的 俄罗斯能源供应 当然你要政治正确 你选择第二条路 你制裁俄罗斯 等于制裁自己 我们经常说 当俄罗斯出兵 乌克兰之后 这种商业模式 已经是被破坏的 未来 会不会恢复 没有人知道 欧盟报纸就说 多数不会恢复 我就觉得不是 政治一天都严长 你不知道 高能源的价格 其实 不单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没了俄罗斯天然气 其实欧盟目前 面临着 结构性的燃料进口价格上涨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表明了这个地区 要找 新的竞争优势 因为之前的竞争优势 就是平的俄罗斯能源 现在竞争优势 真的暂时没看到 对不起 否则 这些工业就会被涂空 涂空的国家居然是美国 他们说中国 中国一直都是 承接其他欧洲的工业 因为成本问题 但美国是你同一个级数的 或者这么说 不可以说同一个级数 应该说 应该是 做对等的东西比较多 当然 中国的级数反而是高的 因为它什么工业都有 欧洲 可以在一个领域找到优势 就是 下一代工业生产 Next Generation OK 究竟什么叫下一代工业生产呢 就是 注重 低排放制造业 而且他们就说潜能很大 随着国家加紧这个实现 气候目标 以及新能源不断发展 这个产业重要性就显得很厉害了 意味着 清洁能源技术 好像电动车 太阳能板 和风力 温轮机 的要求是增加的 对 可以用在 低碳排放方式生产的关键材料 的需求也会增加 当然在电力部门 太阳能和风能 是最便宜的选择 但是 我们说过有一个新的 极端天气现象的 风寒 现在的风速不够 所以你发不到电 所以欧盟的路 也有时间走 希望它越走越好 好 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议题 再见 再见